彰化呢 过去有一处杂草丛生的荒地 发生了一具女干尸 全身都焦黑了 面包都已经没有办法辨识 就这样送进了殡仪馆 殡存一放就七年的时间 在这当中呢 曾经有一名会通灵的律师 他透过奇门倒数 试图要解开冤案的关键 但是却隐约感觉死者有难言之隐 母亲姐的前夕 一名年轻女子向警方报案说 自己的父亲杀害了自己的母亲 终于让案情谜团 真相打败 警方监视小组拉起了封锁线 在现场寻找相关的证物 这起罗女命案是25号晚间 有民众在彰化田中 与南投交界的赤水公园内发现 91年8月 媒体大阵仗 因为彰化警方在荒烟难草当中 找到一具女干尸 虚体焦黑 容貌扭曲 检济香烟 女生染法 浓乳使用的细胶 也早已在台湾禁用 因此大胆断定 他不是台湾人 警方的侦查卷宗 他被称为无名女师 由于死者的戒指有英文字 再加上头发可能是天生的红色 因此警方不排除可能是外劳 他身上的伤口就没有查出来 但是按照情况来看 于是有塌杀之前 拟定侦查方向 警方在根据尸体的身高 年龄体重 比对彰化的失踪人口 没有进展 于是将女师送进殡仪馆 兵贵 这一兵就是七年 92年秋天 律师张廷珍 跟友人到彰化田中镇爬山 途中经过发现女师的排水沟 自称能通灵的张廷珍 忽然有了强烈感应 这种奇怪 走到公园门口前的时候 突然间是烈日当空啊 很好听 可是突然间一阵 全身的肌皮毛孔都竖起来 肌皮疙瘩起来 甚至连头发都像被垫到一样 都竖起来 那我就觉得 是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有灵界的力量修炼者 那还有可能就是 就是冤魂 之后张廷珍询问几方 这才知道案发病 曾发生一具裸体女师 死状七彩 冤气逼人 但苦于毫无拖案线索 一股好奇心 冷冷的交集 过了一个礼拜 我们去舍头喝咖啡 朋友约去喝咖啡 结果田中分局的警方队长巡逻 曹卫生号巡逻经过 就坐下聊 我就想到说 你们那个恰主公 门口到底有什么事 他说有啊 就是洞巴二五专案的 有一具无名的女干尸 被弃置在那个 公园门口的水溝 那一直到现在 快半两年了 一年半左右 没有办法破案 那我那时候的心情是 抖地就降下来 而且哀戚的感觉 悲凉的感觉 是一种亡灵的那种 冤气跟一种怨气 江亭真耿耿于怀 几年后他穿上道服 到彰化冰衣馆 想要以拖杯的方式 跟女师对话 这一问一答 只让人头皮发麻 你是不是 被你的先生跟婆婆加害的 如果是他们两个人 害死你的 因为是他们害死你 你凶手是你的先生 你叫到台湾来的 中国台湾的先生 看你的婆婆害死你的话 请誓两圣杯 张提琛继续要跟女师对话 问出蛛丝马迹 这时他却感觉通灵过程受阻 根据经验研判 有可能是死者不愿案情继续曝光 这其中是什么原因 你是不是 虽然你被害了 你很痛苦 但是因为你说 如果说查到案子 你先生跟你婆婆会管你的小孩 没人照顾你 有痛苦的话 是的话你胜悲 当时我心里有个感觉 是不是因为凶手 既然是你丈夫 但是因为小孩子还小 因为看尸体的情况 也大概40岁左右 所以因为考虑到小孩子还小 万一侦破了 你的婆婆或你的先生是凶手 那很快就被积压了 那这样的话怎么办 之后这位寄工御师 联络当时的彰化地检署检察长施良波 施良波听闻整起案件疑点重重 于是下令重启调查 巧合的是 在此同时 台中二分局侦察队也接获报案 一个女孩控告父亲邱欣燕 和后母赖慧瓷联手杀害生母 警方于是找来这两人征讯 就在征讯室 邱欣燕和赖慧瓷 原本同声否认 后来警方隔离征讯 竟然就此案情大白 做笔录的时候 邱欣燕都是否认的 他都是推给赖慧瓷 我用邱欣燕的转述给他听的时候 赖慧瓷他没有办法接受 说他怎么可以把他关出来 因此赖慧瓷他也是翻脸 他就把所有的 怎样的计谋要杀陈经理 他全部都讲得很清楚 原来这桩无名女尸案 死者有名有姓 他叫做陈经理 陈经理是邱欣燕的原配 感情不目离婚之后 却依然同住 后来邱欣燕令结新欢赖慧瓷 他们为了谋夺陈经理的家产 找了两名工厂员工 约陈经理外出谈判 这却是死亡之约 来到汽瓷的第二现场 杀人的信任妻子十分冷静 还能够清楚说出七年前是如何杀人 就汽瓷在这片草丛当中 他把施责约到台中县太平市一厢桥下 就是借说来聊说将来的他们夫妻已经离婚了 那邱欣燕他又再婚 他们要如何处理这三角关系的问题 那我买啤酒 那里面有餐料 把他迷婚了 扶上车之后 就开车载到嘉义竹起的山上 那教授两个未成年的 一人抓毛巾 一个拉一边 然后要把他勒婚 勒死 结果在勒的过程 死者他有反应过来 他有挣脱 挣脱他就打开车门 跑出去 跑出去 他们那两个未成年的 就减实地上的木棍就打他的头 把他打婚之后 就邱欣燕就去车上 拿容器泼在死者的身上 然后点火 点火烧 烧他 就到底他是被下药死的 还是打死的 还是烧死的 后来检方的调查认为说 当时火一烧之后他还痛啊 还滚啊 还窜啊 表示没有把他打死 打晕掉 一烧痛之后他又醒过来 所以这个陈经理 受了很大很大的沉冤 男女共谋杀人 原本同在一条船上 面对警方 两人却反目 就连后来被带到陈师弟 说明行凶经过 这对男女 竟还在镜头前吵了起来 和现任妻子联手虐杀前妻 还杀人焚尸 重回案发现场 两人互推责任 在原警面前大吵一架 十分难看 你记得吗 你我对他带你帮他 我张晴晴帮你 你对他带你帮我 我同事 你不要帮他 我帮他帮你 我帮他帮你 我帮你帮他 我帮你帮你 张晴晴不止一次想起陈经理的死状凄惨 但当时他进一步试着以通灵对话 来了解案情 却受到阻碍 多年后他认为是陈经理 因为担心一旦逮捕前夫 他的子女就会没人照顾 直到七年后 儿女都已经长大 这才以冤魂协助警方破案 我后来去查证 当时案发了之后 确实他小孩 两个男生还在读国中 女儿也才十几岁 所以等了七年之后 孩子都成年了 所以这时候 他应该就是成冤得雪的机会 那他讨报之后 他自然有很多先佛 富华的人会帮他 让这个共犯之间呢 就是露宪甚至护养 然后就 就是把整个犯罪的真相 跟全貌就显现出来 让侦办的人 检警说话 能够很顺利地突破这个案情 对他们的心法 所以自然这是 冤魂逃报的一种现象 不过我感觉很寒 他女儿那天哪里就坐这里 他跟我讲说 他爸爸 久后跟他讲说 怎样给他妈妈行凶 气势在彰化 我自己听了 我是觉得很离谱 七年前 他怎么可能会 到现在都没有破案 陈经理有两男一女 这起案件之所以侦破 也是陈经理的女儿 一直跟台中市 二分局侦察队 密切合作 他除了不断寻找蛛丝马迹 更勇敢大意灭亲 出面控告父亲杀人 这才让陈经理 在七年后的母亲节前夕 成渊得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